青帮青 林邦林 台南下营这间幼儿园继莫拉克风灾后 再一次遭到的水患侵袭 慈激人总动员协助幼儿园恢复原貌 这里现在也变成了汇聚爱心的集散地 是由志工邀级 区长 里长从幼儿园出发 到各个村里慰问关怀受灾家庭 幼儿园经营43年 继巴巴水塞后又一次饿水来袭 不变的慈激发情都在 我们这区好像算在区 一天在当中把这个地方穿得清淡淡 我们廖师兄在夏营江也耕耳年久 在这边的不管是我们师兄师姐 还是我们社区的志工 大家都看在眼里 复原后幼儿园广场 从各区大动员 涌入更多志工送祝福 要去这方的服务 总共有100空七号 然后我们同用我们真文和气的师兄师姐 总共有40的志工 五条的动线一起来拜访 安心加访我们受灾的乡亲 浩荡场队伍隐藏着她 区长带队 这位去做浅荡场 感觉真的很感动 会儿真的有很福气 有这么这么实际的师兄师姐 去默默的感恩国座修兵 我们今天带着正阳祥民和新社书 我们要求助一个人 来给她祝福 祝福 这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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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生活 里长带动关怀 顶着午后艳阳 多条动线 渗入灾民心 大门聚扎 谢谢 戴新闻 珍珍美之功 陈和声 吴灵银 柯旺藤 台南报导